在之前的《支天信长》那期视频中 我曾在片尾提过一嘴 遗憾作为日本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最明显的表达意象 便是樱花凋落时的花语 樱花与武士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生命短暂 开放时热烈灿烂 凋落时毅然决然 花瓣如雪凋零 一夜落尽 凄美而壮烈 古代的日本武士常自比樱花 因为武士从上舍身其欲的品格 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就如同樱花 灿烂开放 寂寥洒脱 壮烈凋零 悄然无声 说到这儿 正赶上樱花尾声 阳光正好 我于公园小气之际 旁边那群孩子正在COS火影 木然想起 就算是被大家描述成老贼的少年案的人 当年为了纪念偶像袁非佐助 将这个名字拆成了两份 姓氏作为前期战力的天花板 号称忍术教授的袁非日展 名字作为漫画双男主之一的虞之波佐助 而这位被暗本老贼 视为偶像的男人 源自一个团体 甄田石勇士 当这两份画面交织 我在漫步于花海之间 便选定了这期的主人公 越后上山的理想之子 贾斐武田的真正纪人 背负裹挟的外交达人 德传家康的转世梦魇 战国最后的名将 日本三大悲剧英雄 日本第一兵 甄田幸存 在之前提到过 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家 在日本全境激情开篇 这种余多丰大的年头 无论你身家多大 今天可能是异国大明 明天就落了个兵败足面 也可能昨天 还是个连家闻都没有的 底层牛马 明天就是称霸一方的霸主 套用句网络热词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但比起自己拉齐创业 在当年任个好大哥 才是最多家族的选择 而在任大哥这块 今天的主人公 在当年可谓是 令人闻风丧胆 声名赫赫 甄田家的起点 是作为海野市的家臣 属于低到不能再低的夏季武士 家庭状况 不能说是大富大贵吧 至少也算是四大接口 家里米缸 耗子爬了都得摔个骨折 最开始的封地 是一片山头 生活异常平静 家里活动 基本上就两件事 打起仗来砍人 打完仗砍输 就这样没过多久 著名的甲匪武田市崛起 顺手就把海野市给灭了 甄田家的首任大哥 粗 没了大哥的甄田家 自然而然的就成了 武田家的家臣 但以底层降降 家主开会都得在门口蹲着 直到甲匪之户 武田信玄夺权 武田家变天 本着一朝大明一朝臣的原则 信玄把不听话的家臣 清洗了一波 甄田家一下子 往前坐楼上 时任家主甄田姓龙 也成了武田信玄首席的大将 这下开会 虽然离CV还挺远 但好歹有了个座位了 永禄十年 甄田昌兴的次子 甄田姓村 出生于甲匪国的某一城市 这个地方在现在的山梨县甲府市 姓村其实在后来的史料 难波战绩里改的名字 流传度很高 但是当时他的名字叫甄田姓凡 和武田信玄的弟弟同名 据说这个名字 是武田信玄点过头的 之后的日子 甄田家一直都是忠心不二的 跟着新大哥武田家 昌信的武力职 在整个战国时期 都能算是排在上号 号称信农一番枪 这名号如今听着 和伪小宝伪决业的外号 有点一起同工 但当年的人穿洁的多 这名号挺正经的 诸位别多想 同时呢 作为信玄的手下大将 昌信深受信玄的信赖 甚至信玄将其比作自己的眼睛 由于老爹的视野 一直都处于上升期 姓村和哥哥信之 从小就过得不错 武田家对于甄田家 这两个小孩子 也是当自家孩子来看 重点培养 期望颇高 但是好日子 马上就到头了 1573年 武田信玄领着手下的大将 出门欺负小乌龟 得传家康 昌信一如既往 跟着赤北猛冲猛打 在三方圆把小乌龟 撵得丢盔起家 天灵盖都差点给掀了 结果回头一看 自己大哥病了 得嘞 小乌龟随便打 还是大哥比较重要 前脚刚进家门 后脚大哥就撒手人寰 甄田家第二人大哥 粗 但这次大哥虽然死了 但属于寡妇业里动静大 家里面有人呢 虽然老大哥死了 我以后就辅助我的大侄儿吧 没过两年 长幽和战爆发 结果不能说是大获全胜 只能说是一塌糊涂 新任家主兵败自杀 连带甄田昌信家的两个哥哥也交代了 甄田家第三人大哥 又粗 消息刚传回来 昌信哭了 寻思道 咋我甄田家跟谁 谁就不得好死呢 这仗打的 自己两个亲哥哥没了 认的大哥也没了 昌信拉来两儿子商量一下 后面的路砸走 大儿子信之比较耿直 直接就唱起来了 总而言之四个字 情中宝伯 举家四战 父亲昌信说道 歌唱的挺好 下次别唱 且在麻溜的滚去门口跪着吧 小儿子姓村脑子比较灵活 说道 爹啊 我大伯二伯都为他们五天家 战死在长幽城了 咱们甄田家也算对得起他们五天家了 但如今 咱们兵少家贫 在这世道 想活还得再认大哥的 昌信欣慰的点点头 然后叹了口气 不愧是我儿子 为父打小就觉得你聪明 但这年头 外面大哥有点多呀 就说咱们家这位置 北边上山 南边德川 西边北条 东边志田 咱们家在中间 认哪位当大哥好呢 姓村想了一下 说咱们家紧挨着上山家 要不就他吧 昌信摇摇头 要认大哥 就认最大的 眼下最大的是谁呢 知田信成啊 昌信刚说完 外面跪着的信之不干了 爹 老家住尸骨未寒 你这是叛变呢 叛变呢 叛变呢 昌信冲出去 就是他俩嘴巴子 我就不爱听这个 咱是在认大哥 你小孩子知道个啥叫大哥吗 老爹昌信下定决心 投奔志田信成后 姓村提了个问题 咱们家又穷又小 你去投奔人家 不搭理你咋办的 昌信被小儿子 这么一点反应过来了 想潘高知 你得有梯子呀 眼下家里确实没梯子了 但是可以给自己搭台阶呀 于是 老爹昌信 找人伪造了上山市 招募自己的往来书信 在这封信里 上山景盛 为了招揽他昌信 即是夜不能寐 寝不能食 天天眼就盯着手机断信 两眼都快成斗鸡眼了 隔天 昌信带着伟造的书信 和会来这的小儿子幸存 外加挂地三尺 臭出来的一百多匹豪马 去见这件信长了 结果倒好 到了魔王大本营 魔王没见到 倒是见到了当年 被自己念的丢盔起家的 小乌龟德传家康 小乌龟自然没有好脸色 上来就说 这书信是假的 而且还诈昌信说 上山家众臣现在就在我这 你敢当面对质吗 幸存当时汗都冒出来了 结果 昌信不愧是跟随于武田信玄的名将 不动如山 算是穴道家了 咬死不认 说你这个小乌龟 不服就把上山家的老大叫出来 咱们当面对质 这话给您聊的 我这会儿 要是把敌营的老大叫过来对质 还用得上您吗 就这样 凭借着伪造书信 真田家又迎来了第四人大哥 知田信长 但代价是 丰蒂的三座城要交出两座 小儿子也得留下当人质 老爹昌信回去的路上 一边心疼家庭 一边想着 我这次大哥应该是稳了吧 第六天魔王 战国第一人 眼看就统一天下 以后咱算是重隆之臣 说不定还能成为公猴之家呢 虽然这保护费是贵了点 但咱们这属于IPO前夜内部入股了 怎么算也不亏呀 结果 过了不到四个月 京都传来消息 明智光秀在本能寺把大魔王给烧了 昌信两眼一黑 不带这么玩的呀 我保护费都交了 儿子也送了 当今天下最牛逼的大哥又挂了 我家这祖坟风水 是不是克老大呀 于是 真天家第四任大哥 还粗 魔王一死 天下大乱 北条家 趁势大举进攻真天家所在的上野地区 这里 现在过了魔王手下龙川一役了 龙川可没有魔王那份本事 一回合下来 让北条家从前凶打到后背 但是龙川一役还算讲究 战败前 把小儿子姓孙给放了回来 前任老大刚把儿子送到家 昌信后脚就找到了北条说道 我看大哥您 天庭饱满 地阁凤圆 日脚龙岩 天日之表 龙京凤木 旗鼓灌顶 一句话 大哥 轻受小弟一拜 我心大哥就是您了 北条家琢磨了一下 反正你是带资入组 也行吧 但你先把手底下的城池给交点 也不多 给一半就成 昌信还在心疼家点的时候 小儿子姓孙就劝 您就给了吧 如今咱们这家底 新老大开口是给咱们个面子 要不给 估摸着 人家就帮咱们给体面体面了 昌信看着地图心生一计 摇头说道 儿啊 你别管了 且看为父如何渣男骗炮 呸 合纵连横 弄牌大气 所谓的大气就是 当时 北条打穿了龙川 根本就没有停脚 一路向西 直接冲到了德川家康的脸上 昌信 本着货币三家的原则 你北条保护费要那么高 我不如去投小乌龟 于是昌信表面上跟北条家打马会言 背地里 积极联络德川家康 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 我订婚北条 但是我要娶德川啊 随着德川家康 肯定的答复到手 昌信一看计划通了 转脸就要去打北条 北条是气得直骂街 骂蛋 你这四姓家奴 你这翻脸的速度 比你踢裤子都快的 行 你等着 也给你看看 啥叫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小人报仇 从早到晚 北条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 你一个渣男 利用我跟德川打架的功夫 反复横跳是吧 行 我们不打了 我俩结婚 我看你咋横跳 于是 北条德川休战 两家结为殷亲 女婿北条找到岳父诉苦 贾康公你看啊 我们家两座城都被你手下的针天架给站着 老您抬抬手 处理一下吧 德川点点头 好说 反正我也不带进他 消息传来 幸存看着老爹问道 爹 这就是你说的合纵连横下大旗 你合着骗炮骗不成 成了被告了 老爹昌信这时候 没心思理会小儿子的嘲讽 回头看看地图 一咬牙一跺脚 说道 儿啊 要不咱们就投上山吧 麻烦你再跑一趟 去上山家当质子吧 反正这一业务你也熟 听到这话 姓孙大脑CPU都成烤土豆了 盘问道 不是 老爹你咋想的 上半年你还伪造书信 造谣人家对你单相思 下半年就准备玩备胎转正 我这是去当质子 还是去送死呢 而且你来看看地图 你自己数数 上下左右 BBAA 哪个势力咱们没得罪过 上山凭啥打理咱们呀 老爹昌信看着儿子姓孙说 儿啊 我相信你是有这个本事的 咱家死活 是看你的了 于是 真田姓村心事重重的北上了 到了上山家 上山景盛二话不说 直接把姓村给绑了 破口大马头 你他妈以前 打过我干爹 夺过我城池 上半年为了拜马头 还造谣我对你单相思 你这会儿说要跟我混 卧槽 你是什么逻辑线呢 差点把我的CPU都给干烧了 转过头 真田姓村 本山大树附体 高喊 以前打你干爹 那是奉命行事没办法 军人嘛 您得理解 至于夺城池 那也不是夺你的 那是夺得你哥 上山景虎的 至于说我爹造谣 这句话 就是最大的谣言 压根没有这事 肯定是由小人背后乱传 您可别放心上 我家忠臣不是二主 以后大哥 就是您了 上山景盛听完后 把姓村给放 但表示 不接受真田家的投奔 毕竟你们家克老大 姓村眼睛一转来注意了 景盛宫 您看下地图 现在德川跟北条 可是一家亲呢 你猜 他们下一个会打谁 要是没有我们真田家 顶在前面 德川北条 过了上野 就是一马平川 你拦得住吗 上山一听有道理 但是你们真田家 不是刚投奔过德川吗 难道又 您可真是忠臣良强啊 妈蛋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这年头 那么多被刺 这事 轮也该轮到他德川家康了 家康收到信息后 气得破口大骂 妈蛋 前后不到一年 你真田家换了三任老大了 我不想跟你掰头了 多说无意 出兵 于是 真田家和德川家 爆发了上田合战 双方对峙于上田城 上山景盛一看 你真田家虽然嘴上跑火车 但是出事真上啊 此一战 真田昌兴 面对三倍于己的病例 大败当时风头正进的德川 战乱年代 合纵连横 唐妙殷勤都是外道 能打才是王道 真田家 自此 声名雀起 但是昌兴 并没有因为圣章沾沾自喜 他明白 上山景盛能力撑死 也就是一方诸侯 大哥还是得换 换谁呢 男人就得找腿粗的 那当时的腿谁最粗呢 那当然是大魔王的继承人 风尘秀吉 这大哥看着像是个能成事的真命天子 此时 上山景盛已经败福于秀吉了 自己属于碰上公司合并 直接换了个董事长 此时 德川家康前后脚也投奔了秀吉 昨天是对手 今天是战友 这是战乱年头的尝试 咱们一笑免恩仇吧 接下来 昌兴主动把小儿子姓村 派到了秀吉的当人质 由于姓村 机灵会来事 深受秀吉的喜爱 但是老爹慎重分析后 本着鸡蛋 不放在一套煎饼果子里的原则 又转手 把大儿子姓芝 送到了德川家做世子 这样 不论以后天下是谁的 我真田家 都有血脉遗存 千年前的诸葛家族 隔空点赞 嘿 您这血的挺溜 我当年三国下注 您这两头鸭包 于是 在老爹的战功 和儿子们四处认干爹之下 真田家也忠诚大名 秀吉曾在书信中夸赞 昌兴 真乃表里比星之人啊 至于是真表 还是真星 就留给大家去评论区里交流吧 1589年 一直不来上路的北条市 被封城秀吉给盯上了 小田园核战爆发 一直跟着北条市不对付的真田家请命出征 真田信村在这一战打出了名堂 赤甲长枪的形象纵横战场 上山景盛 称其颇有五天一风 打趴北条市后 真田家的好日子过了十年 到了1598年 风尘秀吉兵逝 风尘家的幼子继位 天下大名蠢蠢欲动 但此时 天下这张棋盘上 还有资格与风尘秀吉对异的棋手 也就只有德川家康了 但是 风尘家耕耘天下二十载 自然不缺忠诚良将 其中最卖力的当数 真田信村的亲姨父 十田三成 十田三成和老乌龟在大盘城里 每天明争暗斗 但是十田三成跟老乌龟比起来 手段 道行 确实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既然手段玩不过 十田再三天憋出了四个字 干他压的 再看老乌龟那边 十田府里的情报 早就渗透成筛子了 上午十田提刀 下午老乌龟 就把城头有头有脸的军头 全部喊来家里头 喝其下酒 爱拼才会赢 有胆你就来 十田知道信息后 狂干两碗大米饭 气得不行扒出刀 就准备单计赴宴 幸存赶忙拉住劝道 大乌龟 你消停会儿吧 阴谋阳谋 你既没有阴道 也没有谋划 计划都穿帮了 现在人家府上全是军头 咱们俩怎么看 而且就连我老爹都在宴席上的 这胎死腹中的斩首行动失败后 老乌龟立即起身 离开了大阪退回江湖 他知道 自己到了要和石田 或者说是天下最后一个对手 封臣家摊牌的时候了 官员之战 一触即发 1600年 真田昌信收到了连金石田三成的密信 邀请他加入西军 一起对抗德川家康 昌信老爹召集儿子们 一顿分析后 感觉两边的迎面都差不多 那干脆还是两头瞎住吧 于是让大儿子信之留在了德川家康身边 自己带上小儿子信村 投奔了石田三成 搞个风险对冲 这样不管是输是赢 真田家总有一头是赢的 战争爆发 战场分为两块 主场 石田三成队老乌龟 另一块是真田父子 对战老乌龟的接班人 德川秀忠 东军老乌龟的想法是 儿子先行一步 拔了真田家这个眼中钉后 跟自己在官员会时 一波直接推平 天下定定 西军十田的想法是 你们真田家尽量拖住秀忠 等我打趴老乌龟后 咱们一波平推 天下定定 然而一开战 两边的剧本眼窜了 真田爷俩靠着2700人防守 愣是拖住了秀忠三万多人 让秀忠没能赶上官员的决战 这期间 姓村甚至出城偷袭 差点把秀忠的脑袋给拿回去 同时 为了不让押宝德川的大儿子太难做 父子俩还配合大儿子信之演了几场戏 反正东边战场这边 德川家的所有正向战果 都是人家真田信之拿下的 但是随着官员主战场石田大白 真田父子不得不面对于 来自于德川家康的审判 老乌龟薪仇仇旧恩一起算 本来想着干脆把这脸俩给卡了算 但是真田信之出来 又磕头又求情的 连带着把他的岳父都搬出来了 这个岳父 名叫本多忠圣 考虑到信之的岳父 在德川家的说话有点分量 最终真田父子逃过一死 改为流放九度山 这期间 一代名将真田昌姓秉士 只剩下真田信存在九度山蹉跎度日 这一来就是14年 1614年 大阪来消息了 德川家康再度发难 风尘秀吉的儿子 风尘秀赖 修书请缘 折服14年的真田信存 再度穿上了那赤色铠甲 拿起了自己的大千鸟十字枪 此时的真田信存的目的很单纯 真田家和德川家的辛仇旧恨 一并了结吧 再度出川的真田信存 连续参加了大阪的东制镇和夏制镇 修建了著名的真田丸 给德川家康的围攻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真田信存为效仿当年的战国第一猛人武田信玄 重组了赤背队 至此 真田赤背 像是一座大山 屹立在德川军和大阪城之间 打退了德川联军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面对迟来的伊达正宗时 他喊出了战国武将最后的质问 关东联军逾百万 竟无一人是男儿 但是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 在东之镇的末尾 德川家康炮击天守阁 虽然没有造成实情的破坏 但是却把封臣秀赖给吓坏了 前方将士浴血 后方主上投降 并对德川家康开出的条件全部接受 这其中就包括填平大阪的护城沟毫 拆了真田丸 此举自毁长城 从此大阪再无险可守 一如当年的司马宣王的蒙事 和那句清落河之水也抹不掉的怒吼 曹子丹家人生武兄弟 独尔 何图近日做武等足灭矣 此时的封臣秀吉也幻想着千年前 曹闯那个不失为傅家翁的幻想 而半年后 德川家康单方面撕毁了和约 1615年 大阪天王寺 此时的大阪城已无险可守 面对压倒性的德川军 镇田姓村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在与毛利圣勇相约在德川家康本镇相见后 这两位战国最后的猛将 走向了各自的命运 这一战 大阪战神接连阵战本多中朝 小律元秀政 打退了九井家刺 向马利庸 松平忠良等 以4000人的兵力 为真田赤卫撕开了家康的阵地 这是他为如今的大哥 最后一次凿阵了 6月3日下午 真田姓村召集会下 3000赤卫如同一把尖刀 插入了德川家康的本镇 那天 处心积虑隐忍一生的德川家康 再度想起了多年前的三方圆 一样的侵略如火的铁骑 一样停马纵横的真田大将 随着大地的震动 和冲天的喊沙 他恐惧了 这一刻 真田姓村终于不用再去考虑家族存绪 不用再盘算天下大事 生平过往 在他脑海里回散 他出生于一个群雄着陆的年代 他的父亲兄长 为保全家族 在天下豪族间反复无常 自己也因此被一起冠以表里比兴的恶名 但是 他也曾见证了武田家的骄傲 沾染了上山家的沉稳 这一刻 他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 我 真田姓村 来自贾匪的武士 风尘家的家臣 为保家主 今日 以命讨真 1615年 真田姓村最终倒在了冲击德传家康的路上 日本长达130余年的战国时代栓高松节 作为日本战后最后的名将 真田姓村也与原异经 南木正成 并成为日本的三大悲剧英雄 日本民间流传着人死后会过三图河 要用六文钱作为传资 否则不能渡河 真田家以六文钱作为家文 表示真田家的武士们 个个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世人揭笑真田家表里比刑 为了家族的纯绪 肆意气助 但是真田家也曾 上田孤军镇田下 大胆两战出异兵 也许在他们父子心里 不变的 只有那面四如军旗 当真田姓村 放下了六文钱 渡过了三图河 前来迎接他了 必然是千百年来的五家英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